南天门和米线沟的投降,意味着果敢老街的全面收复。 在这次投降的三千多缅军中,有大鱼吞吞敏和莫准都准将,有1600多名随军家属,有2000多士兵,有大量武器弹药。 遗憾的是,竟然没有白索成或其他四大家族成员。 那么,白索成跑哪里去了呢?他又是怎么逃走的呢? 以史为尽,可以置心屉,以人为尽,可以名得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免军投降,未有白索成任何消息,奇怪吧? 网传白索成的三个去向。 第一,白索成带领少数亲信逃到了老家某处深山老林。 走同盟军当年的路线,打游击战,企图东山再起。 提出这个消息的依据是在同盟军攻打九方时,白索成见识不妙, 就抄老家暗道溜走了。 致使白索成老巢留下了许多现金及贵重物品, 这些表明白索成走势匆忙,没来得及转移财富。 第二,白索成被敏昂来送去蜡须当炮灰了, 敏昂来是绝对不会让白索成逃离掌控的, 要将他最后的利用价值给诈空。 敏昂来发现同联军的最终目标是蜡须, 相比老街小地方,蜡须在敏昂来心中更重要。 因此,提前将白索成拿去蜡须组织反抗工作了。 第三,白索成已被敏昂来押送首辅仰光, 在里面面壁思过中。 作为敏昂来与同盟军要架的重要筹码, 白索成及四大家族成员, 在同盟军进攻老街城区时, 就派直升飞机将他们押回仰光了。 在此还有第四种判断,供大家参考。 白索成其实已经移交北方了, 只是没到适合公布的时候。 为什么这么说? 第一点, 白索成的价值其实真没那么高, 大家都高估他的价值了。 同盟军的目标是光复历史第一特区控制区域, 这才是同盟军的战略目标。 白索成在这个目标面前不值一提, 白索成与同盟军之间的仇恨只是私仇, 是因为白索成干的坏事太多了, 所以大家都希望将他绳之以法。 白索成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, 在老街收复之后, 他的利用价值基本没有了。 剩下的只不过是与同盟军的私仇。 第二点, 近期北方频繁光顾劳免仰光。 2024年刚开始, 1月4号到6号, 北方就访问缅甸, 娘来亲自穿着拖鞋迎接。 去年2023看中国海军访问缅甸, 时间是11月27号。 2023年11月23号, 中国大使会见缅甸军方负责人。 2023年12月8号, 缅甸访问中国。 我外交部长亲自接见。 双方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, 表明了双方在电诈方面保持了充分的沟通。 这些外交活动表明一切尽在北方的掌握当中。 因此, 关于白锁城的去向问题, 可能早就有了答案, 娘来不可能为了一个果敢献的县长, 与大国过不去。 这个从任何方面说都不划算。 毕竟白锁城鼠辈与大国关系相比, 那真是不值得一提。 白锁城邪术人钻地道逃跑。 从之前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, 白锁城家里乱成一团, 房子里的东西丢得到处都是, 泡的茶都没倒掉, 骑走得相当仓促匆忙, 就连一些古玩字画都没有带走。 消息人士称, 得知同盟军攻入老街之后, 难道白锁城携带数名亲信随从钻入地道一路狂奔, 不知去向? 此外, 缅甸政府派驻在果敢的地区行政长官吞吞敏准将, 已经向同盟军投降, 吞吞敏是临时空降到果敢地区的缅甸政府官员, 但他审时夺势, 及时向同盟军投降, 保全了自己和老街。 目前, 在缅甸各方配合之下, 中国沉重打击了缅北电炸集团, 除白锁城外, 缅北电炸势力基本被肃清, 随着缅甸果敢同盟军全面掌控果敢地区, 缅北电炸犯罪很难死灰复燃, 当然, 接下来, 果敢同盟军是否会和其他地方武装一起扩大地盘, 进攻缅甸政府军, 目前难以得知。 缅甸政府军在果敢地区的总司令部被公开。 2024年1月6日, 果敢同盟军公开了缅甸政府军在果敢地区的总司令部, 米线钩真容, 画面中, 果敢同盟军的无人机把缅甸政府军在果敢地区的总司令部, 也炸得稀了。 目前, 果敢全部地区的缅甸政府军, 两万余人全部投降, 击毙, 为了阻止果敢同盟军, 缅甸武装联军继续进攻, 包括进攻蜡虚, 缅甸空军出动战机紧急炸毁了连接蜡虚南木渡云乃大桥被炸断, 由于南木渡被德昂军成功攻占, 缅甸政府军开始全面后退, 并开始破坏道路, 桥梁已迟滞缅甸武装联军对蜡虚的攻势。 此前是缅甸武装联军打下滚弄后, 破坏道路桥梁足缅军增援, 现在攻守之势意, 如果缅甸武装联军拿下蜡虚, 掐断缅甸一条路线, 真正做大做强了, 扩充到汉人建立的最大自治区, 老街基本已经失守, 缅甸武装联军, 三家联军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蜡虚, 果敢同盟军一步越过大坝桥, 从而渡过萨尔温江, 开始支援江右战场, 也就是随时攻打木姐, 木姐对面就是锐利, 同时, 虽然老街城区的巷战停止了, 但是缅甸空军的轰炸还在继续, 缅甸空军出动了多架次战机, 飞至果敢上空进行轰炸, 中方官员及时到访, 传递强烈信号, 中缅边境不能乱, 值得注意的是, 当果敢同盟军攻克老街之际, 中方官员正在访问缅甸,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称, 1月4日至6日, 中国副外长孙卫东访问缅甸, 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等人举行磋商, 中缅双方同意继续推动中缅经济走廊, 一起维护中缅边境和平稳定, 合力打击电炸集团等活动, 中方重申将继续发挥作用, 推动缅北和平进程, 此前, 在中方积极斡旋下, 缅甸多支武装与缅甸政府军代表, 在中方境内举行对话和谈, 1月5日, 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, 同缅甸内政部部长, 进行视频通话, 王小红表示,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缅关系, 愿同缅方一起深入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和重点案件合作, 全力维护中缅边境稳定, 中方外交官员和公安部官员与缅甸密集互动, 其实传递了一个信号, 中方始终把缅甸看成友好邻国, 希望与缅甸一起维护边境稳定, 打击犯罪集团, 确保中缅和平友好稳定局面, 当然, 如果缅甸有需要的话, 中方愿意从和平角度斡旋调解, 总而言之, 缅北战乱不能继续下去, 各方要努力恢复和平, 中方不会做事缅北战乱冲击边境稳定, 破坏中缅合作, 果敢同盟军展示善后实力, 恢复社会秩序, 果敢同盟军取得胜利后, 立即展开善后工作, 着手恢复控制区内的社会秩序, 他们呼吁人们返回家园, 工厂复工, 学校复课, 显示出果敢同盟军不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, 更有能力管理和重建地区, 这种善后工作, 也为果敢同盟军在地方政治上赢得了民心, 战斗尚未完全结束, 果敢同盟军可能将目标转向木解和蜡树, 后续的发展依然充满变数, 果敢同盟军在取得局部胜利后, 或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, 这一局势发展也值得我们密切关注, 果敢同盟军在老街之战中获得的全面胜利, 标志着政府军在果敢地区的战略地位遭到严重动摇, 政府军失去了总司令, 官兵纷纷投降, 白锁成失踪, 特种兵缴械场面曝光, 这一系列事件使果敢同盟军的实力和威望显著提升, 善后工作的有序展开, 展示出果敢同盟军不仅有战争的决心, 更有管理和治理的能力, 随着局势的发展, 果敢同盟军可能会在未来取得更大的胜利, 政府军在果敢地区的困境将更加深重, 果敢同盟军的崛起已成必然, 而政府军的绝境也在不断扩大, 未来的变数仍然存在, 但果敢同盟军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战略优势, 下一步穆解和蜡虚何去何从? 随着果敢同盟军全面收复老街, 下一步的焦点都集中在穆解和蜡虚, 由于穆解是中缅最大边境口岸, 更是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输入口, 一直以来都是缅甸政府的钱袋子, 所以这里对于缅军和反抗军来说都极为重要, 更是谁也不会放弃。 因此穆解攻防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, 但根据现在的局势, 穆解已经是一座孤城, 果敢同盟军又有了老街巷战的经验, 可以预言, 如无外援, 穆解被同盟军占领只是时间问题。 蜡树作为善邦首辅, 是缅北的经济中心, 也是中缅贸易的中转地和重要交通枢纽, 历史上, 蜡树一直是控制在缅军手中, 可以说是经营已久, 但是从目前缅北的情况看, 内有人民保卫军作乱, 外有明第五崛起, 而缅军连战连败, 战役涣散, 因此, 现在就是改写历史的最佳时机, 天于拂取。 必受其咎, 同盟军如果此刻不趁机一股作气拿下蜡虚, 估计后缅就在而衰, 三二节, 再也没有机会了。 木节规模远大于老街, 城市人口近十五万, 现在已经被德昂军和克清军团团包围近一个月, 城内约有缅军守军五千人, 只能依靠空投提供补给。